那个钓鱼刀是中国的嘛 我去那边打一句合法的嘛 日本人抓过去换华了 我买换华 2010年日本军舰擅闯我国钓鱼刀海域 竟然用蹩脚的中文警告我国渔民 还派遣三艘军舰围攻中国渔船 如此行为瞬间激怒了船长詹七雄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詹七雄驾驶渔船 誓死如龟般撞向了日本军舰 令现场众人没想到的是 日本军舰竟然像齿湖的一样 在渔船的撞击下出现了一个大洞 彻底撞碎了日本的尊严 撕下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周修部 原本理亏的日本政府 随后竟然擅自扣押了中国渔船 将船上的渔民全部抓走 那么这场冲突最终如何处理 那名用生命捍卫祖国的英雄船长 结果如何呢 2010年9月7日 中国渔船明进于5179号 按照既定目标前往海上捕鱼 出发前 船上的15名船员根本就没想到 这次出海竟然改写船上众人的命运 当这艘船行驶至 我国钓鱼岛海域附近时 船上的船员突然提醒船长 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 然而船长却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因为在附近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众多 在海上碰到同航是很常见的事情 最多就是和其他渔船拉开距离 避免影响两船的捕捞作业 但是令船长没想到的是 没一块功夫 原本远在天边的黑点 就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驶来 目标直指众人所在的渔船 当黑点靠近之后 船员才发现 那竟然是一艘挂着高要旗的日本军舰 此时船上的船员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们所在的钓鱼岛海域 一直是我国领海 很多船员经常来到附近打鱼 从未见到日本军舰的踪影 但看着对方来势汹汹的样子 船上的众人已经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随着日本军舰靠近 军舰上的日本人竟然用蹩脚的中文 警告明镜于5179号 声称这里是日本海域 并且要求詹七雄尽快将船驶出这片海域 尽管军舰上日本人的中文非常生疏 但渔船上的众人还是听懂了大概意思 詹七雄先是已经作为船长 他有责任保护船上所有人的安全 但此时他根据多年海上捕鱼的经验判断 他们的渔船绝对没有进入所谓的日本领海 眼前的日本人根本就是在睁眼说瞎话 作为海上的渔民 他们一直对海上的消息比较灵通 稍微一思考 再结合最近的国际新闻 就知道这些日本人为何会来到这里了 以时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扶脚难缠 在国际社会上公然向我国叫嚣 但钓鱼岛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领土 早在南宋时期 我国古代鲜明就发现了钓鱼岛 因为其匿名 而此时日本人针对钓鱼岛大做文章 其实就是在挑战祖国母亲的底线 想明白日本人的来意后 詹七雄和船上众人紧张的神经松了下来 他们认为对面的日本人不敢乱来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众人始料不及 日本军舰喊出蹩脚的中文之后 却发现眼前的中国渔船无动于衷 甚至依旧我行我素的向前行驶 这可把日本人给气坏了 他们再次大喊 并驾驶军舰逼近渔船 按照正常情况 一般的渔船看到这种阵仗 为了安全应该迅速离开 但詹七雄和船上的15人一致认为 他们所在的就是中国领海 如果在日本人的威逼下离开 那么就会助长日本人的事情 其他中国渔船来到附近 也会遭到如此对待 加之船上的汉子在海上捕鱼多年 身体素质远非常人可比 大海就相当于他们第二个家 除了大自然的风浪之外 他们不畏惧任何东西 尤其是眼前的日本军舰 于是在詹七雄的带领下 船上的汉子纷纷无视日本人的警告 脾气暴躁些的 还会用方言和手势向日本人回击 如此清醒 让军舰上的日本人恼羞成怒 但他们也拿眼前这些 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没办法 于是军舰也席忙联络 在附近的另外两艘日本军舰 准备合理将中国渔船赶走 可就在这时 因为日本军舰靠得太近 明镜于5179号和日本渔船撞到了一起 幸好当时海面上没什么风浪 这次撞击也并未对我国渔船造成什么闯伤 可反观日本军舰就没那么好运了 军舰船尾的栏杆在碰撞中被禁术折断 这一下日本人绷不住了 再次请求其他两艘军舰加速赶来支援 而这一撞也让詹七雄等人冷静了下来 虽然众人水性极好 能称得上是浪里白条 但是这艘渔船只有200吨 而对面的日本军舰至少也有上千吨的排水量 如果日本人真的很下心来 那么船长的众人肯定凶多吉少 随后詹七雄召集众人商量对策 可是在这茫茫大海中 孤立无援的渔船面对军舰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那么最终的胜负肯定不言而喻 这种情况他们从未处理过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但众人内心都坚定不移地认定 他们要为祖国母亲守护领海 就算与此往迫 也不会向日本人屈服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另外两艘日本军舰正全速向这里驶来 一场危机正笼罩着这艘小小的渔船 那个钓鱼刀是中国的吧 我去那边打一句合法的吧 在湛西雄和日本人斗智斗勇时 另外两艘日本渔船拍马赶到 局面瞬间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一艘小小的渔船 如何能在茫茫大海中 挣脱三艘上千吨排水量的军舰呢 答案显而易见 湛西雄等人也没想到 日本人竟然还留有后手 随后三艘日本军舰迅速聚拢 将敏禁于5179号围在中间 企图用这种方式逼停渔船 沿舰情况紧急 湛西雄让船员不要轻举妄动后 全速驾驶渔船想要离开日本军舰的包围圈 但渔船终究不是军舰的对手 明进于5179号 在三艘军舰的围攻下 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日本人的喊话越来越清晰 难道我们只能束手就行吗 此时 湛西雄和船上众人 想起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难道要让日本人再次骑到我们头上吗 船上的汉子们第一个不答应 湛西雄看着逐渐逼近的日本军舰怒火中烧 毅然决然地掉转船头 在日本人的惊呼下 撞伤了日本军舰 一下还不过瘾 明进于5179号再次冲向日舰 将日本军舰水城号船身撞出了一个大坑 并且冒起了滚滚的黑烟 此时日本人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们从未想过这种景象发生 这些人好像忘了 误区的中国人 是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将他们赶出去的 现在中国渔民用实际行动 再次向日本人证明 中国人民不是一个小小的岛国 能随意欺辱的 然而日本人从震惊中缓过来之后 直接强行登上了敏进于5179号 将顽强反击的渔民抓了起来 随后狡猾的日本人将船长詹七雄 和其他14名船员分开 准备用威逼6的方式逼迫孤军奋战的詹七雄 承认他驾船驶入了日本领海 但詹七雄早就明白了日本人的诡计 不管日本人用什么方式 就是撬不开詹七雄的嘴 最终日本政府将其监禁 随后向外发出声明 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 并以妨碍公布的罪名 抓捕了15名中国渔民 消息传出之后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国随后郑重声明 要求日方在最短的时间内 释放被扣押的中国人 并且就此事给出一个完美的解释 本旧李亏的日本政府 眼看事态如此严重 随即将除詹七雄在内的14名船员释放 但就是不放詹七雄 甚至延长了对其的拘留期 但是按照日本的法律 拘留期的最长时间就是20天 如果在此期间 没有取得相应的调查结果 必须无罪释放扣押人员 因此在经过20天的漫长等待之后 詹七雄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飞机落地后 詹七雄看到了机场上隆重的接机队伍 人们手举鲜花和旗帜 在欢闹的海洋中注视着英雄归来 英雄船长也成为了日本人的耻辱 但日本政府并未就此罢休 在事件结束之后 要求詹七雄承担被撞军舰的维修费用 共计1429万日元 然而詹七雄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在他眼中 日本政府此时的行为就像是跳梁小丑 此举就是想挽回日本 被中国渔船撞碎的尊严 但彼时全世界都知道了 三艘日本军舰被一艘中国渔船教训的事情 岛国也因此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 岛国家渔船教训的维修费用